《红楼梦》又要拍成影视作品了 由湖梅指导的电影版《红楼梦》项目 日前正式启动 拍《红楼》最主要的 当然是宝玉和黛玉的人选了 那么在观众眼里 谁是电影版《红楼梦》中 最适合的贾宝玉和林妹妹呢 黄轩 您觉得她比较适合宝玉吗 对对对 电视剧《洋洋》演过吗 我觉得她应该还是可以升任 我觉得洋洋还是挺合适的吧 对对对 好版的《红楼梦》就是像邓杰 他们那个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定要再去选一个 也许许秦吧 其实对于宝戴差等一众主角的人选 导演和制片方早有打算 在发布会上 导演胡梅就向大家宣布 电影版《红楼梦》 将面向全世界进行海选 他的演员必须是年轻人 而且年轻到现在 所有在我们迎评上出现的 这些大咖 这些小鲜肉 都是老同志 其实《海选宝戴差》 并不是电影版《活楼梦》剧组 心血来潮 而是借鉴了87版《活楼梦》 和2010版《活楼梦》的成功经验 这两部电视剧版本的演员 全部都是起意有心人 那么你如果找大龄的 有经验的明星来演的话 那有些戏不堪设想 如果不找一个年龄 比较小的演员来演 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活楼梦》不学老习国 你要调动多少手段 来收获关注 这不是贵雅雷 这是王府人 87版电视剧 占一个大便宜 生粮 你不用 这些工作都不用做了 相较10版 87版《活楼梦》的选角 更为讲究机缘 无论是毛随自荐的陈小旭 还是本要出演《平儿》的邓杰 都在机缘巧合之下 出演了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也造就了日后 永不磨灭的经典 自己选的时候 我没敢选《王熙峰》 选的是《平儿》 我就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 换一个导演 绝对不会让他演《王熙峰》 他绝对要找一个漂亮一点 个头高一点的 比他更亮一些的 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不是阴差阳错 不是什么差点就什么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到那后来